全球现场关注全球新冠疫情 已经超过400万人不幸死亡 英国单日新增病例数 将近四个月以来首度的破万 更多的国际内容我们时间交给心仪 好了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超过400万英国新增确诊病例 11007例 是2月19号以来的单日新高 也是将近四个月以来 单日新病例第一次突破1万例 大约95%新增确诊病例 是来自于印度变种病毒株Delta 英格兰首席医务官说 这一波疫情的高峰还没有确定 但是肯定会导致更多人住院和死亡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面临新一波的疫情 市长怀疑有新的 更具有侵略性的变种病毒株 导致病例数量突然增加 传播的更快 莫斯科单日新病例能在几天之内 从3000例飙升到7000例 预估这两天可能会超过9000例 病例数增加了两倍 是在前几波疫情当中 从来没有看过的巨大变动 而针对印度变种病毒Delta的英国研究 6月初已经发表在 刺客真的医学杂志 调查了接种疫苗的人 在接触Delta印度变种 Alpha英国变种 以及Beta南非变种 体内产生的综合抗体的情况 结果发现 不管哪一种疫苗 面对印度变种病毒 综合抗体的生成效率 都有下降 也就是比较难以对抗 说如果只有单剂接种的话 被印度变种的感染率还是很高 只有两剂接种才有足够的保护力 而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 完整接种两剂BNT疫苗的 面对Delta变体的时候 体内抗体浓度比面对最初新冠病毒株 要低6倍 而且Alpha和Beta变种 也出现抗体反应比较低的情况 这个研究呢 涉及了14000人 再说AZ疫苗 在面对Delta变种的保护效果 现在是60% 而面对Alpha的疗效 大概是66% 接下来有人也许要问 那打一针够吗 现实的情况研究显示是可能不够 一剂BNT疫苗之后 79%的人对于原始新冠病毒株 产生的这个综合抗体反应呢 这个现在面对Delta变种这个病例 比例已经下降到32%了 但是法国的研究发现不太一样 说一剂AZ疫苗对于Delta变种 几乎是没有效果 因此呢 这些调查现在综合反应 让欧洲国家修正了两剂疫苗的间隔时间 英国现在将40岁以上民众两次接种间隔的时间呢 从12个星期缩短到8个星期 而在法国第二剂BNT还有莫德纳的等待接种的时间呢 从5个星期缩短到3个星期 总结就是所有科学家都是一致认为 针对Delta变种的最好最佳的防御就是接种完整的两剂疫苗 在这种研究的结果之下呢 现在加拿大国家免疫顾问小组也说 接种了AZ疫苗第一剂的人应该在第二剂接种不同的疫苗 马来西亚科学部也说当局正在研究来自德国的数据 考虑为马来西亚国民接种两剂不同的疫苗 先注射一剂AZ再注射一剂辉瑞BNT 同时呢也将这个论文已经提交到国家的疫苗接种委员会 因为很多国家现在都在这么做 想要来提高中和抗体 那欧洲药品管理局EMA也说 混打疫苗可能是不错的策略 但是现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建议 美国政府现在抗疫将要投入32亿美元 也就是台币880亿元 用在加速一些具有潜力的候选药物的临床事业 也开发新药 而且如果临床事业顺利的话 渴望在今年年底就能够问世了 佛奇呢也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这项大消息跟计划 而计划当中呢也不只针对这次的新冠病毒 包含了未来可能会引起疫情大流行的病毒 纽约时报已经报道了指出去年 美国先赤字这个18亿美金 投入一个神速行动 结果就破纪录在短时间内催生了 至少5款高度有效的新冠疫苗 那接下来就是要再开发 可以再感染初期就能够对抗病毒的药物 而且呢这项计划其实呢在上个星期 卫生部就已经和默克药厂签约了 以上就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